继续要告诉您国道客运票价寒涨 虽然先前一定传出了 这个政府可能对大众运输提供补贴 业者也决定暂时动涨 但是因为政府后来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补助时间表 现在包括了统联 Aloha跟国光三家业者已经贴出了公告 决定最快从这个星期五开始 就要调涨部分路线的票价 业者在柜台摆出公告 5月1日起将要调涨票价 国际油价持续看涨 其实国道客运业者原本在这个月中就要涨价 但交通部召集业者开会协调 表示可能实施大众运输补贴 希望业者暂缓 但迟迟没有具体时间表 业者撑不下去决定先涨价 国家一直在飙涨 那我们各业者在这种压抑之下 那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然后最后再经过各业者的延伤之下 那就在5月1号要调整各部分的票价 2月会多100多块 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民众 究竟是不是跟公路总局 补助时间没有共识 公路总局表示 其实业者调整的票价 还在规定范围内 所以属于市场机制 就算未来公路总局通过补助方案 业者如果不降价也无法可管 调说行政院核定了油价补贴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会去实行 那这是一个通案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会希望会期待 业者这边就是自行做一个就是检讨 补业者表示 如果公路总局最后真的通过油价补助方案 将会考虑重新调整票价 而这波涨价最快周五起 最慢5月1日 各路线调涨幅度大约从10元到90元不等 记者学家许正俊台报道